好 物价高涨来看到满鱼的价格持续飙涨 2008年原本这每公斤呢 要价是400到500块 但是昨天满鱼报价已经涨到每公斤1500元 真正有三倍这么多 这便当业者当然是叫苦连天啦 详细情况交给记者朱寒宇 好的 大家关心现场的最新状况 那么今天是礼拜六中午正值用餐的时间 很多人可能都在想说天气这么整 如果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满鱼便当真的是太棒了 不过就在昨天呢传出国内的满鱼报价呢 已经每公斤冲到了1500块钱 刷下台湾50年来的最高最新记录 那么当然满鱼长将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卖满鱼便当的业者 而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 这家是位在台北闹区上面的一家知名 满鱼便当店哦 今天从早上开始到现在呢 客人呢都是络绎不绝大排长龙 而在这几天呢店家也紧急贴出了公告 表示说就是因为满鱼的成本飙涨 所以便当要从190块钱卖到250元 刚刚很多客人来到这边买便当的时候呢 都吓了一大跳 我们看一下现场这些访问 这个我可以买两个了 太贵了 对学生来说太贵了 我觉得大概多少比较合适 因人而异吧 我应该是100到200吧 现在250要怕人 因为我记得这个满鱼前100多嘛 现在200多 好的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刚刚稍早之前那位妈妈是边点菜 边跟小姐抱怨说 你们的便当怎么变得这么贵 让她平常都可以买三个排骨便当了 不过刚刚店家也做出澄清说 表示真的是因为成本价格不符实成本 所以现在才会临时贴出公告 告诉大家说 便当要从190元涨到250块钱 那么即便如此价格已经飙涨 但是现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 早上从开始呢 店家的门口就已经是大排长龙 很多小情侣说真的是再贵都要来品尝一下 那么大家心里骂归骂 还是会花大钱来品尝鲁鱼便当 以上就现场最新状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的谢谢韩宇 我们来看到这满鱼的报价创新高 现在这个便当业者呢 就说吃不消啊 一个便当从190涨到250元 有的民众大喊吃不起 不过有的民众说 再贵还是要来品尝美味